大家好,我是陈宪斌 是SFS 就是Singapore Funeral Services 的亲善大使 在我身边这位是 SFS的负责人 就是何鸿才先生 你好 今天我们两位要跟 所有的朋友们谈一些 我们平常很少 谈到的这两个字 就是死亡 我们其实呢 有很多人很般单 是不是,我们华人还是很般单 我是红柴 我从事殡葬业大概有20年了 所以我对死亡也不陌生 那在亚洲我们一般的人 都会对死亡会比较避忌 这个般单我们很难去克服 是,那我们要如何 打破这样的一个 传统的思想 就是让我们可以 敢敢面对死亡 其实往往我们对我们 不了解的东西都会有恐惧 当我们了解了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避免这个恐惧嘛 所以死亡也不例外 对死亡如果我们有充分的 这个知识和了解的话 我们就会比较能够克服 去面对死亡 是,那你要怎么样去告诉一个人 你不要怕死亡 他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你要怎么去说服他 死亡是人生必经之路嘛 有生必有死 那我们在 SFS我们的理事都能够很容易地 帮这个客户解释 如果你在预先能够先 面对死亡先了解 政府也是有在鼓吹嘛 比如我们现在都在狗吹 这个ACP Avance Care Planning 从我们的遗嘱 这个永久受前输 对 各种各样的这些 整治到在殡葬的时候 我们能够预先 预够一个殡葬配套 那你就能够解决很多这些后顾之用 是,那我们可以不可以 从生活中的例子告诉他 要怎么样去面对死亡 其实人生很矛盾 我是觉得 当我们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 我们先会去选名字 看几时要破妇 或者选医院 都会有一个规划 去想办法怎么样 最好的一个情况 那甚至我们要办一个婚礼 去选婚纱照 去看哪一个酒店 先吃菜先 可是反而到这个 葬礼这一方面 我们就马马虎虎 就事而不谈 就不管这个事情 到时有孩子 他们去搞定就好了 其实这个是很矛盾的 甚至就是必谈这个事情 对 一家人也都避免 家里有个长者 年龄也差不多了 比如说病重 大家都不太要谈 对啊 有些时候是 就到他最后 忽然间 比如说半夜 往生了 才手忙脚乱 对啊 才去找哪一间殡葬公司 连殡葬公司的电话都没有 你懂吗 然后找到殡葬公司的时候 你不可能跟他谈钱嘛 对不对 多少钱多少钱 就是先做 做完了 再来算账 那时候你又觉得说 为什么这么贵 那事前没有谈好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 这个事前就把它规划好 把那个葬礼先plan好 有没有一个方式 有啊 当然我们在公司这里 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配套 能够让 帮自己先规划 以一个分期付款的方式 先跟我们的理事先了解 在一个葬礼需要的这些什么 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预算是什么 他能够很轻松的 把这个 这个整个葬礼先安排好 就不让子女去有这个 负担 对啊 要留下爱嘛 而不是留下一笔债嘛 对嘛 对对对 所以就说他 在往生之前 他已经知道他要花多少钱了 对对 对对 然后而且是自己在那边规划 所以儿女都不用负担 对 这个就是 自己要留一个棺材本嘛 对对对 所以现代人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所以不要怕谈这个死亡 所以我们常说 很多人因为身体健康出了问题 然后就往生了 而是死于无知 为什么呢 为什么无知呢 就是他不了解 他的这个健康的情况 比如说很多人得糖尿病 他也不知道他得了这个糖尿病 然后等他要节肢的时候 才知道他得糖尿病 对 所以常常是死于无知 那么这个对面对死亡也是这样 对 如果你必须了解他 你无知 你什么都不懂 到最后的话 就一切都会 就很慌乱 对 一定会 让这下一代 你手忙脚乱的时候 往往会做出很多 不对的一些决策 那很多不道德的业者 有可能就会趁机 把价钱抬高 对 很多业者他会说 放心 交给我做了 一定很便宜的 做完了之后 来一个账单 三四万 可能不值这个价钱 所以家属的白金都不够去付这个商品 所以这个就是 你事前没有规划 会面对的问题 那何先生你从事殡葬业这么多年 你觉得殡葬业 当然会面对很多问题 但是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一般如果 这个往生者自己没有好好的交代 事先先规划 那有些会把这个后顾之忧 留给后代 那他们在发生期间会比较手忙脚乱 就甚至以什么宗教仪式 来进行这个葬礼 他们都不能够做一个决定 所以往往新加坡都是多元种族 多宗教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 会把整个葬礼搞得很复杂 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往生者的宗教跟家属的宗教不一样 对 所以之前如果没有说好的话 对啊 往生之后就会产生这个纠纷 我们都坚持到有很多这样的家庭的一些背景 而我们尽量以我们的专业的一个角度 去帮他们解释 怎样把这个东西完成的顺顺利利的 是是是 所以这个殡葬业者呢 就站在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位置 对不对 是可以给他们advise 而且可能中间还要做合适了 对啊对啊 因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嘛 对对对